中国最年轻的开国将军 获取胜利 揭秘了越军 维护科边境的安稳 这场对越边境反击战 出现了不少的英雄 其中除了人尽皆知的许氏有司令员 还有一位我国最年轻的少将 吴忠 吴忠将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他是在对越指挥战的那些将领中 公认的打得最好的人 吴忠幼时家境不错 但是在吴忠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家乡陷入了军阀割剧战之中 吴忠在这种混乱的世道之中 明白自己不能就这样随波逐流 或者当个缩头无归 于是十二岁吴忠和哥哥吴光宇 在红四方面军经过广源的时候 就一起加入了红军 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 红四军一直是以不怕死著称的 在1933年的反六路卑躬之中 红四军拿着把大刀打白刃战 一场白刃战结束之后 他们的高口都卷刃 吴忠就参加了这场白刃战 年仅十二岁的他 拿着把大刀勇敢地反击着敌人 不信的是 吴忠的哥哥吴光宇 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 两年之后 吴忠就凭借军工生为了营职干部 这时候的吴忠甚至还没有15岁 或许是因为曾经带在红四军 受到了他们不怕死精神的感染 后来的吴忠 无论在哪个部队 都会展现出自己的血性和不怕死 他曾经带领着58团和国民党 十分著名的大刀旅近战 并且获取了胜利 还见自己带领的杂牌军变为主力军 被人们称为吴忠团 吴忠后来又带领着部队参加抗日战争 朝鲜战争 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 越南战争 后来因为卓越的功勋 他被授予了少将的军衔 成为最年轻的泰国将军 可惜的是 吴忠将军的后半生却不顺岁 在对越边境自卫战之中 吴忠将军受命带领机械划施功课高平 当他布置好一切准备进发的时候 却接到了撤职令 中央军委免是了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却接到了撤职令 虽然被许是有将军扣下 但是该怎么办呢 摆在吴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继续指挥 但是会失去辩护的机会 另一个就是放弃指挥 回去辩护 身为军人的吴忠将军 没有犹豫的选择了留下来 并且带领着部队取得了胜利 在回国后 吴忠因为受四人帮的牵连 被关了八年 受了八年的审查 才洗清冤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